杨玺 郭先生 王智昌 李宗盛 林歌先生 杨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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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电影节目 早晨 我們今天來看《視視記》的二十張 有整四十八節 很长的一张圣经 在《史诗记》里面算是 但是 一直看 你会觉得 有点心寒 其实真的是一个 扭曲的世代 一个歪曲的世代 一个越走越歪的世代 就算有些本来是对的事 到了他们手中的时候 都会越来越扭曲 越来越歪 越来越不可收拾 或者真的从第二十章 我们看见 就是一个不可收拾的世代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不可收拾的世代 究竟为什么会走到这样 当中出了什么问题 这一章其实充满问号 我们逐一个问号来思想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些问号当中 都是对照自己 来去警惕自己 其实原来以色列人 这样走着走着的时候 很容易就走到一个这样的景地 就是越走就越歪曲 所以难怪真的 武堂常常都说 我们要对齐生命术 我们要对齐水位 你可能觉得 这条路是这样的 因为神的角度是永恒的 如果我偏差就只有三到五度 你觉得很少而已 差不多了 但问题就是 你将它无限延长 永恒地延长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前ahren后 完全不知道到了哪里 因为问题就是这个时间 一直下去的时候 原來偏差這麼大的時候 其實到最後可能是真的差得很遠 舉個例子 譬如我走路回家 直線就回去了 我就偏差了五度 但如果我家裡有一個距離遠一點 這五度一走一路伸延下去的時候 可能本來我去瞄準的是中環 結果去了銅鑼灣 這就是那個問題 以色列人現在就是 他們的扭曲、他們的偏差 一路走下去的時候 就導致他們越走就越遠 越走就越是不可收拾 我們看看這件事 如何發展到不可收拾的一個地步 我們先把它分成一些段落 讓我們容易一點來理解 第一節到第七節 是一段就是講到 利美人將他的案件 帶到以色列的面前 然後第八節到第十七節 以色列眾人的反應 十八節去到三十五節 這個是以色列眾之派和辨雅敏之間的爭戰 跟著三十六節到最後 就是這一場戰爭的結束 我們來看看 我們先看第一個大段落 第一節 他說 於是以色列從彈道別士巴 以及駐基列的眾人都出來 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搖華面前 以色列民的首領 就是各支派的軍長都站在神百姓的會中 拿到的步兵共有四十萬 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 辨雅敏人都聽見了 所以他說 於是 這個於是是指甚麼呢 這個於是就回復到前面那一章的地方 就是那個住以法連的利美人 因爲他的妾就通宵被凌辱致死 那麼他回到家就把他的妾士斬開十二件 接著就派送以色列各支派 斬開十二件來派 就是說派的時候 連這個辨雅敏之派都派了一件過去 然後呢 於是 這一件事情 他的這樣的一個信號 發了出去之後 所有的以色列人 他從彈道別士巴 從彈道別士巴是一個的形容 意思就是 從藍到北 以色列的地形 從藍到北就代表全國 所有的以色列人 的眾人都出來 如同一人 這一張聖經裡面 出一個 這一張聖經裡面 如同一人總共出現了三次 有三次提到 如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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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以色列人出來 如同一人 彼此是前所未有的 他們都這樣呢 同心合一的 如同一人 這樣聚集在 米斯巴搖華的面前 他們就聚集在 米斯巴這個地方 其實米斯巴這個地方呢 當時都挺接近 這個藥櫃亭房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以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聚集點 所有的人都聚集 就是各支派的軍長 都站在神百姓的會中 拿刀的步兵呢 共有四十萬 他們這一次的聚集 真的聲勢非常鼎盛 各個支派裡面的軍長 拿刀的步兵 共有四十萬人 一下子就招聚了 四十萬人出來 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 變眼問人都聽見了 變眼問人也都知道了 知道其餘的支派 都聚集起來了 他們聚集了有四十萬人 四十萬人不是一個小的數字 在這個士師記的年代裡面 其實前面我們看到 這個當參孫興起做士師 當他們要對付菲利士人的時候 以色列人真的連一個都沒有出動過 來幫參孫或者加入這個團隊 但是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他們要起來討伐這個變眼問人的時候 一出來就四十萬人 就是在當時來講 以色列從來沒試過這麼合一 這一次是他們最合一的一次 而且他們從參孫以後 到現在這個時期 以色列人從來沒試過 招聚了一個這麼大數目的軍隊 這個好像史無前例一樣 招聚了一個這麼大的軍隊的時候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討伐自己的兄弟 即是打外敵的時候 小貓兩三隻甚至是沒有 打自己兄弟的時候 砰一聲四十萬人就進出 精英進出 個個都是軍長 以色列人這樣聚集 去到米斯巴的時候 變眼問人都聽見了 變眼問人都知道了 好了 接著發生什麼事呢 聚集完之後 以色列人就說 請你將這件惡事的情由對我們說明 那利美人就是被害之婦人的丈夫回答說 我和我的妾到了 變眼問的基比亞住宿 基比亞人夜間起來 為了我住的房子 想要殺我 將我的妾強姦自死 我就把我妾的絲身切成筷子 使人拿著 傳送以色列得為業的存地 因為基比亞人在以色列中間 行了兇淫醜惡的事 你們以色列當仇惑相矣 這些人聚集在一起之後 就請婦主出來交代事情 這個婦主就出來 這個婦主出來就說了一番說話 其實就是這件事的口供 這個口供有沒有問題呢 我們來看看 我和妾到了變眼問的基比亞住宿 沒有問題 完全正確 基比亞人夜間起來都是對的 為了我的房子也是真的 想要殺我 是不是想殺他呢 這個口供和事實有一點點出入 其實他不是想殺他 其實他們這樣圍著他 是想跟他有不倫的交合 他就不說這個情節 然後他就說他們是想殺我的 想殺我之後 又將我的妾強姦自死 這個口供所說到 就是他們想殺我 然後又將他的妾強姦 他沒有說自己將妾推出去交給他們 就是如果他說 就是我將我的妾推出去 滿足他們的壽性 我的妾是死了 其實這個才是事實 如果他說這個事實 其實大家的憤怒程度可能會較低 現在就變成謀財 開命 就是更加嚴重一些 所以其實這個里米人所說的口供 亦都不是百分之一百合乎事實 所以就激動了以色列全地的 這些支派的人的怒氣 讓他們都是一個極大的情緒 和一個憤慨當中 然後他就說 以色列人中間行了一個兇淫醜惡的事 以色列人 你們的囚惑商議 應該怎麼做呢 所以他就遮掩了自己的部分 將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然後就誇大了對方的行徑的醜陋 於是鼓動了一群人的情緒 我們來看第八節到第十七節這一段 就是以色列人的反應 以色列人的反應是怎樣呢 第八節 眾民都起來如同一人 剛才出來如同一人 現在就起來如同一人 第二次提到如同一人說 我們連一個人都不回自己的帳篷 逼自己的房屋去 我們向基比亞人逼者讓行 照所制的籤去攻擊他們 我們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一百人挑取十人 一千人挑取一百人 一萬人挑取千人 為民運糧等大眾到辽變 雅民的基比亞 就照基比亞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醜事 徵伐他們 於是以色列人彼此聯合 如同一人聚集攻擊那城 又來一個如同一人 如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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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策略 這個策略是甚麼呢 第十節就是 他們要挑選 在百人之中挑選十人 千人 百人 萬人 千人 就是拿十分之一的人出來 這十分之一的人 就專心為民運糧 運送糧草 好 你看到這個安排 這個計策 有甚麼反應呢 有甚麼體驗呢 就是 其實他們很有策略地 是真的打算打仗 這個打仗不是簡單的 所謂三軍未動糧草才行 所以他們已經是先安排好糧草 是很有智慧 好像打仗很厲害 但問題就是 當愛族人來虛壓他們的時候 他們沒有這樣的反應 到要打自己人的時候 哇 這些智慧都出來了 那些策略都出來了 甚至要怎樣去混糧 這個混糧的時候 也就是說 他們都想著這場仗不簡單的 這場仗可能要打一段時間的 所以要混糧過去 確保軍隊有足夠的糧食 來應付這場戰事 其實現在是 不算利味的話 現在是十個支派對一個支派 但是他們卻是用一個全力去進攻 當然因為 辯雅敏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支派 在十二支派當中 辯雅敏是數一數二 而是僥勇善戰的 我們稍後看下去就會知道 所以 但是他們 如臨大敵 嚴振以待地 來去策劃這件事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眾民如同一人的時候 他們就制定了這個方法 以後他們制定這個方法的時候 他就說 第九字 他說 我會向基比亞人必者讓行 照所制的籤去攻擊他們 即是說他一開始已經定了一個策略 這個策略就是 預備作詞九戰 然後他們已經定了一個策略 就是我們會制遷的 制遷就是決定那個信罪 出去攻擊他 但是是不是真的用制遷 我的意思是 其實他們沒有先去求問神 我們應該怎樣做 而是他們心裡已經有一個作戰計劃出來了 甚至他們就說 當我們這個作戰計劃執行的時候 最後我們才按制遷 只是做一件事而已 就是制遷誰出去動手 首先 他們不是制遷去看 應該打不應該打 究竟是勸他們 還是 勸他們來挽回他們 還是怎樣 其實他們心裡 已經有一個自己預設的立場 他們已經定了 就是說 我們要用最大的武力 去搞定這件事 因為我們要伸張那個公義 用武力的手段 來伸張這個公義 那是否武力的手段就是唯一的選擇 其實在這個地方 他們沒有去求問神 心裡已經定了一個計劃 然後就按照自己的計劃去行 然後將神對他們說話的部分 擺到最後 就是制遷的部分 擺到最後 也都控制了 就是要將這個 神能夠對他們說話的空間 縮到最小 神只可以告訴他們 誰先去 前面的作戰計劃 全部是人自己已經定好了 今天我們會不會 跟隨神 都是不知不覺走到一個這樣的心態 就是我們心裡有一個既定 我們很想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留一個 最後一個最小的空間給神 其實神根本就沒有一個 一個足夠的空間 對我們說話 就是我們已經跟神說 神就是Plan A的了 不過Plan A裡面 什麼時候我讓你決定 什麼時候走Plan A 神理說是事 但是一定是Plan A 沒有Plan B 沒有可能有Plan B 這個世界不會有Plan B 所以一定是Plan B Plan A的了 如果Plan A 神理不說話的話 就時間都自己選擇了 這樣跟隨神 你想一下 究竟誰是王呢 難怪這個士師的時期 常常都說沒有王 沒有王 沒有王 好了 他們定了一個這樣的計劃 留了一個這麼小的空間 給神對他們說話 所以這件事 其實真的 你看到他們眾人聚集 如同一人 如同一人 如同一人的時候 其實這個如同一人 是行他們的血氣 他們想做的東西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神都任憑他們 就這樣就看看這件事 繼續發展下去了 我們看這個十二節 以色列眾之派 打法人去問便 雅敏之派的 國家說 你們中間 怎麼做了這樣的惡事呢 現在你們要將 基比亞的那些匪徒交出來 我們好致死他們 從以色列中除掉這惡 便雅敏人卻不肯聽從他們 提供以色列人的話 便雅敏人從他們各城裡出來 聚集到基比亞要與以色列人打仗 那時便雅敏人從各城裡點出來 拿刀的共有二萬六千 另外還有基比亞人點出七八精兵 在眾軍之中 有選選的七八精兵 都是左手便利的 能用機緣甩石打人毫髮不測 便雅敏人之外點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四十萬 都是戰士 當他們已經已定好了這個作戰方針的時候 然後就派人去跟別雅敏之派的人 去說 為何你們中間做了這樣的惡事呢 這句話問得非常對的 為何會做這樣的惡事呢 現在你們要將基比亞的那些匪徒交出來 我們門口致死他們 從以色列當中除掉者惡 這也是對的 其實因為聖經也有說 男同男行可恥的事是要除滅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們所說的話都是對的 然後他們只致死這些匪徒 其實這樣的做法是恰當的 誰就是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就將這些匪徒交出來就可以了 但是可能他們的態度的問題 各方面 不知道為何 然後變眼蚊人不肯聽從他們的說話 其實變眼蚊人不肯聽從他們的說話 可能看到他們的勢頭 他們出動的人馬各樣的時候 根本變眼蚊人就覺得 沒那麼簡單的 就算我交了這群人出來之後 可能也還有下文的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 因為他們一早已經已定了一個作戰方案 這個作戰方案讓對方感受到那種威脅和壓力 所以這個談判就變成破裂了 你反過來 如果你是找幾個長老或者十個長老 十一個長老 每個支牌派一個 去好言相勸變眼蚊 告訴你 喂 其實你真的行了一件這樣的惡事 對方應該都沒得搏嘴 不如將那些匪徒交出來 將這個惡從你們支牌當中除去 說不定神還有恩典 這些好言相勸 可能就沒有了這一場的戰爭 但是也執行了神的律法上的公義 滿足了這個條件 甚至還可以說 不如大家都賠償給這個利美人 造成他這樣的情況 人命的損失各方面 定客經 這個就是Option 2 Plan B 但問題就是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根本沒有求問神 沒有Plan B 所以他們走Plan 1 但Plan 1擺出來的架勢 讓別人覺得沒那麼簡單 你怎會只想要幾個匪徒出道四十萬人呢 你根本就是想滅我族 所以迫到變雅敏人都會覺得 我沒有路可走 當然另外一個方面 變雅敏人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也包庇這個惡 今天我們會不會也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其實我們當中有些惡 有些罪 我們一樣一路容量容量容忍容忍包庇包庇 以致到我們的生命 缺少了聖結的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不會好像變雅敏人 就是這麼誇張 但問題就是 會不會在我們生命當中 都有一些壞的習慣 我們脫不住呢 情慾的習慣脫不住呢 這個說謊的習慣脫不住呢 推卸責任 卸博的這些東西 我們脫不住呢 脫不住之後 我們沒有認真去對付 沒有將它交出來給神 我們包庇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跟變雅敏之派一樣 我們都在包庇這個罪 包庇這個罪 不去對付這個罪 不去認這個罪 不將這個罪交出來 帶來那個結局 其實也是非常之慘烈的 所以這裡就說到 變雅敏人 於是乎也聚集了 他們聚集了出來的大刀的 有二萬六千 現在的陣勢就是 二萬六千兌四十萬 四十萬都是戰士 這二萬六千裡面 還有七八個精兵 這七八個精兵呢 在仲軍中是簡選出來的 都是左手便利的 可以用機緣 垃石打人 毫髮不測 左手便利一樣 在原文裡面 就是右手不便 就是好像以弗那樣 他的右手是不便的 從來不用右手 只是用左手而已 那這些左手便利的人 有七八人 這七八人都是左手便利的 可以用機緣垃石打人 毫髮不測 他們那些機緣垃石打人很厲害的 當年不是當年 之後你看到 戴衛打哥利亞都是用同樣的東西 他牧羊的時候 遇到獅子遇到紅的時候 都是這樣掉石打出去 威力很大 所以這七八個精兵 可以說就是當… 如果用今日來看的話 這些是神槍手 這些是Sniper 所以變眼紋人 在這裡持著 他們有這些精兵 面對四十萬大軍 竟然他們是毫不畏懼 堅持這一仗要打到底 當然他們也看到 對方這樣的陣勢 肯定不是善男信女 不是那麼容易罷休的 大家都沒有退路 所以大家都逼上去 一條路就是要開打 好 我們看這場戰役 究竟是怎麼樣 十八節開始 以色列人就起來 到巴達里去求問神說 我們中間誰當 首先想去與變眼 找人爭戰呢 準備要開打的時候 以色列人就起來 走到巴達里去求問神 他說我們中間 誰應該先上去 與變眼紋人交戰呢 當時應該回幕 就在巴達里也不頂 所以他們就去那裡 去求問神 神啊我們誰應該先上去 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他們已經已定了一個作戰方案 最後其實他們已經決定要開打了 最後不是象徵式也要問問神 今天我們可能有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我們已經決定要做了 我們已經在做的時候才發現 哎呀 忘記了祈禱 祈禱先祈禱 補飛 其實這是一個補飛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 神根本就沒有空間 對他們調整任何的東西 所以他們在這個時候來了 我們看到十八節尾十九節 他說耶穀話說 由大當先上去 其實神根本沒有其他空間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由大去吧 以色列人早晨起落 對著基比亞安刑 以色列人出來要與變雅敏人打仗 就在基比亞前擺陣 變雅敏人就從基比亞出落 當日殺死以色列人 二萬二千以色列人被此奮勇 仍在頭一天擺陣的地方又擺陣 未擺陣之前 以色列人上去在耶穀話面前 哭號直到晚上求問耶穀話說 我們再去與我們的弟兄 變雅敏人打仗 可以不可以 第一天這個戰爭 這一場仗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變雅敏人就從基比亞出來 當日他們變雅敏人就大大的得盛 殺了以色列人當中二萬二千人 這二萬二千人就殉國了 在這個時候 以色列人繼續奮勇 就是他們繼續堅守這個陣地 又再次重整軍庸再次擺陣 然後他們就來到耶穀話面前 即是哭號直到晚上 即是他們頭威頭勢 第一場仗就吃了一個敗仗 吃了一個敗仗之後 就去到神的面前 就在那裡哭 在那裡討告 問神為何會這樣 發生了甚麼事 為甚麼我們打不贏 就在那裡嘔吐 直到晚上 其實這個做法 究竟是神所喜悅的呢 因為你已經制定了一個方案 神能夠做的空間很少 然後不是你所想像的 你就再回來在這裏求神 今天我們可能很多時候 我們的人生都是這樣 結果他們這樣拿了一大輪之後 耶穀話說 可以上去攻擊他們 第二天 以色列就上前攻擊畢雅敏人 畢雅敏人也在這日從基比亞出來 與以色列人接戰 又殺死他們一萬八千 都是拿到的 以色列眾人就上到 巴達里佐佐耶穀話面前 哭號當日禁食直到晚上 又在耶穀話面前獻犯祭和平安祭 哪時神的若貴在哪裏 阿倫的孫子 以利亞撒的兒子 菲尼哈士納在若貴前 以色列人問耶穀話說 我們當再去與我們的弟兄 畢雅敏人打仗還是罷兵呢 第二天再出去打的時候 結果畢雅敏人都是一樣 從基比亞出來 又殺了一萬八千的以色列人 都是拿到的 這次以色列的眾人 就上到巴達里佐 他們坐在耶穀話面前 哭號當日禁食直到晚上 又在耶穀話面前獻犯祭和平安祭 他們在神的面前再做多些事情 做了一大堆 但這次有一個不一樣 這次的不一樣在哪裡呢 上兩次他們說求問耶穀話 但是你發覺那個記載有不同的 這次當他們再去到巴達里的時候 去到求問神的時候 這次提到若櫃 上兩次他沒有記載 他們來到若櫃前來求問 也沒有提到祭司的名字也沒有出現 所以可能前兩次所謂的求問 只不過是求求其其 就像我們今天一樣 我們有些事情要做的時候 就求求其其其就算了 也沒有時間去安靜去聽神的聲音 就覺得站了肚神就答應了 去吧 所以上兩次是比較馬虎 這次就認真一點 而這次最大的關鍵在哪裡呢 那時神的若櫃在那裡 28節 阿倫的孫子 就覺得因為提到菲尼哈 所以可能這件事是在 士師記的比較早期的事情發生 但是這樣就跟另外一個 有些衝突就是 士師記似乎是按照時間線走的 這件事應該發生在參宣之後 如果發生在參宣之後的話 又把這件事拉回去 前面來說好像有些說不通 但是因為我們卡住一個位置 就是為什麼菲尼哈 會在這個時候出場的呢 當然 約書亞之後 阿倫之後 以利亞薩作大祭司 以利亞薩之後 就是菲尼哈來接觸他 來施立在約櫃的面前 所以變成這樣就好像 難道這個菲尼哈很長名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還是這件事真的發生在 一個教祖的年代呢 在這件事上 神學家們都在爭論 沒有一個實際的定案 但你問我的時候 我今天有一個看法就是 在這裡提到菲尼哈的原因是什麼呢 可能是有兩個 不過這也是我的猜測 第一個就是 其實就是 以色列人在菲尼哈之後 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看到整個事司記的時候 都沒有提到祭司 約櫃 利美人 利美人很後期才再出現 可能在菲尼哈之後 有一段的真空期 這段的真空期 根本就再沒有人 屍立在耶穫華面前 就是整個這個系統都開始崩壞 沒有人正正識識 所以提到 斯拉在約櫃前的時候 仍然是掛著菲尼哈的名字 因為他之後 沒有了 沒有換班了 沒有人接觸 所以其實是方良的意思 但也提到菲尼哈 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 菲尼哈這個人 是一個很特別的 他是威爾和華有記邪之心的人 菲尼哈這個名字的意思 也都是mouth of copper 就是銅的 銅的口 銅所代表的就是審判 所以其實當 將菲尼哈的名字 放在約櫃前面的時候 就是說其實在暗示一件事 就是這是一個審判的時候 神的審判要下來 神要對這件事作出審判 甚至神要對整個士司記 作出一個審判 一個verdict要出現 神那個記邪的心 在約櫃的面前發動 在這個記邪 事納在約櫃的面前 事實上在這一章之後 詩詩記已經去到尾聲了 接著就要進入另外一個時代 詩詩記到了參選之後 這一段的混亂時期 其實已經沒有詩詩 沒有領袖 甚至連先知都不見 但是當這個約櫃 再一次在詩詩記 這個時候被提到 而特別指明 是菲尼哈在這裡事立的時候 這個公義審判的年代要開始 因為我們知道 我的公義要開始 所以要話說 你們當上去 因為明日 我必將他們交在你手中 今次不同了 神有指明有一個時間 明天我要將他們交在你的手中 這個審判真的要到 神審判的時候到 其實神是要告訴以色列人 審判的時候到 其實整個以色列都要悔改 這些眾支牌裡面 其實比比亞文好多 比亞文行了一件極大的惡事 但是其實這些支牌 譬如以法蓮 以法蓮就有米家的神像 以及以法德 這些事情其實 和他們對神的關係 大家都出問題 所以如果神的審判要臨到的時候 你有罪我也有罪 罪其實真的不是去比較 誰大誰小 因為在神的眼中 罪就是罪 大和小都是罪 那你也有罪我也有罪 大家都有罪 又知道審判的時間到了 其實不如大家都認罪 這樣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更美好的結局 但可惜神說完之後 29節 以色列人在基比亞的四圍 設下復兵第三天 以色列人又去攻擊比亞文人 在基比亞前擺陣 與前兩次一樣 比亞文人也出來 盈敵就被引有離城 在田間兩條路上 一通巴達利 一通基比亞將前兩次 動手殺死以色列人 約有三十個 比亞文人說 他們營救拜在我們面前 今次第三天再去打的時候 他們就設下了復兵 比亞文人出來 好像前兩次一樣 不過今次不同了 他們只殺了三十個人 並且被引有離開城 去到田間 接著我們看到後面插了一個補充 但以色列人說 我們不如逃跑 引有他們離開城 到路上來 以色列眾人都起來 在巴力他馬擺陣 以色列的復兵從馬利加巴 埋伏的地方衝上前去 有以色列中一萬精兵 來到基比亞前接戰 世派甚是空猛 卻不知道災禍臨近了 以色列人殺拜 比亞文人 哪日以色列人 殺死比亞文人 二萬五千一百 都時拿到的 結果今次的打法就很不一樣了 他們引誘他們離城 去到田間 今次他們就派出一萬的精兵 甚至空猛 結果殺了比亞文人 有二萬五千 這對比亞文人來說很重要 因為他們的兵力 其實本來就不是太多 現在一下子被殲滅了二萬五千 二萬五千一百的時候 即是說 比亞文的兵力 已經差不多等於全軍覆沒 三十六節是一個補充 給多一點的資料 這場仗是怎樣的 於是比亞文人知道自己敗了 先是以色列人因為靠著 在基比亞前所刺的復兵 就在比亞文人面前炸敗 復兵急忙闖進基比亞 用刀殺死全城的人 原來他們的策略就是這樣的 引了他們的主力大軍出來之後 埋伏的人就衝入城 衝入城之後 就用刀殺死了全城的人 三八節 以色列人預先和復兵約定在城內放火 以煙氣上騰為號 以色列人臨退陣的時候 被亞文人動手殺死以色列人 若有三十個奏雪 他們形象前次被我們殺敗了 當煙氣如柱從城中上騰的時候 被亞文人回頭觀看 見全城的煙氣沖天 以色列人又轉身回來 被亞文人就甚驚惶 因為害見災禍臨到自己了 他們在以色列人前面轉身往曠野逃跑 以色列人在後面追殺 哪從各城出來的也都夾攻殺滅他們 以色列人圍繞便亞文人追趕他們 在他們竭腳之處對著日出之地的基比亞 踐踏他們便亞文人死了有一萬八千 都是勇士其餘的人轉身向曠野逃跑 往臨門盆去 以色列人在道上殺了他們五千人 如殺水為水一樣 追到基頓又殺了他們二千人 哪日便亞文人死的共有二萬五千人 都是拿刀的勇士 後面補充過場仗 他們就引了他們出來 接著伏兵入城 伏兵入城之後 就用刀殺了全城的人 接著放火燒城 這些便亞文人 初初以為自己還是 好像前兩次一樣大大的得性 殺了三十個人回頭一望的時候 見到煙火沖天 知道糟了 還算了 然後逃跑的以色列人 就反過來再攻擊他們 兩邊一起夾擊的時候 便亞文之派幾乎 這些拿刀的勇士 全軍的覆沒 四十七節 只剩下六百人 轉身向曠野逃跑 到了臨門盆 就在那裡住了四個月 以色列人又轉到便亞文地 將各城的人和伸促 並一切所預見的刀用刀殺盡 又放火燒烈一切成禹 這一場仗 當然以色列人就大大的得性 神的審判果然下來 便亞文人 只剩下六百人 這六百人所指的 就是基比亞的便亞文人 只剩下六百人 轉身就去曠野逃跑 然後去到一個地方 住了四個月 但是四十八節 以色列人又轉到便亞文地 將各城的人和伸促 變一切所預見的刀用刀殺盡 又放火燒烈一切成禹 本來是一個行義行審判的 但是這個行義過火 行義過分 沒有了戒線 沒有了分寸 其實我們要對付罪 但是我們要留下罪人 讓他有悔改的機會 現在你的問題 就是趕盡殺絕到一個地步 是什麼呢 就是 好了 沒錯 基比亞犯罪 那你搞定了基比亞 都應該要收手了吧 基比亞已經很可憐 到最後只剩下六百人 但是呢 這個行義過分到一個地步 去到什麼呢 就是 以色列人又轉到便亞文地 你將國城的人和伸促 其他城的人 不是基比亞的人 這件事是發生在基比亞當中 你已經將整個基比亞 滅了城 是吧 那就應該要收手了 但是將這個基比亞 滅了城之後呢 他們又將所有便亞文領地的 其他的城 都一拼地去對待 然後呢 將國城裡面的伸促 一切所預見的 只要見到是便亞文的 統統都用刀殺盡 這個做法就完全過了火位 這個做法就完全離譜 就是我們不可以打著正義的旗號 然後別有所逃 這個正義真的要對得準神 是真的過得到神才行 這個行義過渡的時候 其實是以行義為名 偏行自己的紀錄 其實是發洩自己的情緒 甚至當他們這樣將國城的人 用刀殺盡的時候 其實也帶來很大的財物的努力 所以究竟這件事情 本來在開始的時候是伸張正義 但這個正義到最後走樣到一個地步 可能其實都是打架劫舌 以及滿足自己的暴力傾向 情緒的發洩 滿足自己的正義之師的那種滿足感 還是怎樣 所以其實到最後 也是偏離扭曲得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張聖經 當我們讀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檢視我們的生命 我們真的要對齊生命樹 對齊神的心意 神的法道究竟是不是在我們當中 還是我們其實假借神之名 行自己的血氣 情慾所要的事情 以至於越走越歪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這件事去到這裡的時候已經失控了 以色列人從來沒試過這麼合一 但他們合一來做什麼呢 其實他們合一來 真是對付自己的弟兄 他們合一來殺人放火 奸淫努掠 在這些事情上合一 在真正要對付神的仇敵的時候 他們就退縮 他們就不來 但是在這些事情上 他們是如同一人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警惕我們的生命 真的要讓神在我們心中作和 而不是這些的血氣 不是這些東西 否則的時候 那個偏離是可以很可怕的 願主幫助我們 Amen 只要讓神在祖宗中 和神在祖宗中 可以讓祖宗中 是福利的祖宗中 讓祖宗中 祖宗中 祖宗中 神在祖宗中 so we can let go and let you reign in our lives over all the earth you reign on high every mountain stream every sunset sky but my only request but my only end is that you reign in me again Lord, reign in me, reign in your power over all my dreams reign my darkness out Lord, you are the Lord you're all I am so won't you reign in me again over every thought over every word may my life reflect the beauty of my Lord cause you mean more to me than any earthy thing so once you reign in me again Lord, reign in me reign in your power over all my dreams in my darkness out you are the Lord of all I am so won't you reign in me again over all the earth you reign on high every mountain stream every sunset sky you are the Lord of all I am Lord, reign in me reign in your power over all my dreams in my darkness out you are the Lord you are the Lord of all I am once you reign in me again over every thought over every word may my life reflect the beauty of my Lord cause you're more to me me again yes Lord, we worship you we praise you Lord, reign in us reign in our hearts make our life reflect who you are Lord I know we want to lift up your name we worship you hallelujah the splendor of the King love and majesty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he rips himself in light and darkness tries to hide he trembles at his voice he trembles at his voice how great is Saga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Saga and all we sing how great is Saga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Saga and all we sing how great how great is Saga and all we sing from age to age he stands and time is saying he says beginning and the end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God in three and one father, spirit, son the line and the land the line and the land how great is Saga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Saga and all we sing how great how great is Saga how great is Saga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Saga and all we sing how great how great is Saga name above our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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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great is Saga Lor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Saga Now we sing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One more tim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Now we sing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神,我要多謝讚美你 你是偉大的神,你是全能的神 神,在今天早上,你 Open our eyes 讓我們可以看到你 看到你的真實,看到你的偉大 看到你每天都在我們身邊 與我們同在的神 在今天的神徒的里面 我们见到以色列人 在整章的经文的里面 都仿佛好像神 你不在一样 当这个以色列人 他的妾被强暴致死 在上一章里面说到 他将他切成十二块 然后就回到他的地方 和人说 说敌人将他的妾强暴致死 他所说的东西 是不是他真实的经历呢 他带着一个目的 他就是很想去 很想去报复 很想去谷回击 很想去招聚 他的以色列人 一起去攻击对方 于是在心里面 他带着这个目的 他的表达是否精准呢 他的做法 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呢 在他所招聚的时候 仿佛心里面 没有神 他只是带着一个目的 就是要报复 就是要报复 就是要拿回一口气 就是因为他在当地被 被 被 被欺负 他就带着这个心态 去回去 去传递 并且他招聚 以色列人一起起来 去攻击对方 在他的生命里面 究竟我们见不见到神呢 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神呢 我们这一刻 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反省 说他好像没有那么大件事 没有遇到那么大的问题 但是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会设定 我们既有的目标 我们设定既有的目标 例如就是 好像我们要为孩子去找学校 我们不是先去祈祷 问神 你为我的孩子 预备哪一间学校 而是我们先去做 很多的research 做很多的搜集 在一些妈妈网 什么网 找找找找找 找找哪一间学校 出得 一些学校成绩好呢 入大学的比率高呢 哪一间学校 环境设施优美呢 哪一间学校 让小朋友 在那里可以学得更多东西呢 可能我们先 已经搜集了很多很多 很多的资料 让我们已经记定了某一间锁定那一间 之后我们阻止那间学校就去到神的面前 神啊,你给我吧,你给我吧,你给我吧 就是这一间了 一说是反过来 我们一开始就是 open给神 问神 神啊,你为我们的孩子 预备哪一间学校呢 究竟哪一间学校 你才是最适合我的孩子呢 这一个是一个很不同的做法 一个是让神去作主 另一个呢 其实是让自己去作往 我自己去定了一些目标 然后去大道神的面前去求,去求,去求,去求 求到的时候呢,我们觉得 哇,神是真的,神是好神啊 但是多不是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对神失望 会埋怨 甚至会觉得,神啊,你在哪里呢 但是呢,在我们做这个举动之先 究竟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哪一道呢 我们呢,有些反省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 那个行事模式上面 我们呢,是用 好像在今天的以色列人的模式里面 就是呢,我们呢,已经有既定的目标 我们呢,知道要怎么做了 计划好了,计划好了 计划好了,预备好了 并且呢 就是呢,但是呢,就觉得 啊,都是不是,我都是有神的 我都是上教会的 于是乎呢,我都来到神的面前去求一下 好了,祈的肚呢,保一保底 在这个模式 还是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常常呢,都问神 神啊,你想我怎样呢 神啊,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 神啊,究竟你为我预备 你为我的计划安排是怎样呢 神啊,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 我们呢,来到神的面前呢 先来有一些的安静 有一些的反省 究竟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模式 我的处事为人 是属于哪一类呢 神啊,我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灵里面的眼睛 让我们去看见 看见究竟呢,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取向 究竟是按着你的心意呢 还是呢,按着我自己的计划和目标 神啊,你帮助我们去看见 你让我们呢,能够回主 再一次呢,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的宝序呢 再一次去归给你 神啊,求你呢,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用 你让我们的生命是有弹性的 你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呢 跟随着你的计划而改变的 你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呢 要紧紧去跟随你的 当我们呢,常常都说 我们要跟随神 我们要跟随神 我们要跟随神的时候 神啊,究竟这个 是不是真是我心里面的想法呢 因为还是呢,我已经向前走向前走 然后呢,跟神说 神啊,你跟着我吧 你跟着我吧 你保护我吧 你跟着我,保护我吧 神啊,我真是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 你透过今天的经文 再一次去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你 我们的生命不单只需要有你 我们的生命呢 更加要扬离作王 扬离作主 你就带领我们去向前行 以免我们呢 就好像这段经文的 以色列人一样 做了很多 不合乎你心意的事 但却是呢 觉得呢 好 觉得呢 好 好 好自我 好自已 觉得呢 是为神你去做的 神啊,你帮助我们 你帮助我们 神啊,我多谢赞美你 神啊,因为你呢 常常呢 给我们有反省 有回转的机会 你每一日呢 都让我们呢 有选择 你让我们呢 可以呢 选择去反省 去回转 求主你去卸面 以致呢 我们的生命 可以呢 再一次的得梦拯救 你每一日呢 都调整 调整呢 我们的人生的路程 你帮我们呢 每一日呢 都能够呢 去紧紧去跟随着你 免得我们呢 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一时迷失 就做错了 甚至呢 一错再错 很多时候呢 我们呢 都会为一些的 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当我们呢 不懂得去回转归向你 不懂得去认罪的时候 我们呢 就再做一件事呢 希望去补救 再做些事情呢 希望呢 可以呢 把这件事呢 去挽回补救 但是呢 却是呢 再错 却是呢 再错 甚至呢 一直做下去的时候呢 住成大错 越走越偏 越走越离 神我多谢你 多谢你 每一日呢 透过神徒的经文 每一日呢 透过神徒呢 对我们说话 常常呢 都去挽回我们 给机会我们 再一次的回转归向你 神我求你呢 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份柔软的心 一份谦卑受教的心 让我们呢 可以呢 真是呢 每一次听到你的话语 听到你的大领 听到你的指示的时候 我们都是甘心乐意 并且呢 带着感恩的心呢 去回转 去明白 你对我们的好 你对我们的大领 你对我们的每一日的大领 真是如此的真实 和满有恩典 神我当我们呢 能够呢 去跟着你的道路 跟着你每一步的 向前走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呢 必定呢 能够经历你 给我们封盛的恩典 因为呢 你是慈爱的神 你是满有恩典的神 并且呢 你是愿意 每一步每一步 带着我们的神 神啊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 让我们呢 能够呢 去持守我们的心 去紧紧的去跟随你 持守我们的心呢 他呢 每一日呢 都来到你的面前 去吸取你的话语 去呢 支取你的话语的能力 以至呢 我们每一日呢 都能够呢 去调整 去进步 在你的大领下 我们能够呢 更加去贴近你 让我们呢 能够呢 更加去明白你的心意 耶稣我多谢赞美你 求主你开启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呢 不要做 这一章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越做越错 但是呢 他是呢 以为呢 是以为对的 他们真的以为对的 但是呢 他是越做越错 你帮助我们能够去回传 耶稣我多谢你 谢谢大家 史诗记二十章 第一节 于是以色列人从淡道别士巴 以及住基烈地的众人都出来 如同一人 如同一人 第八节 中文都起来 如同一人 十一节 于是以色列人众人彼此联合 如同一人 三次 如同一人 但是他们如同一人的 行自己心中所定的 不是行神所要的 他们如同一人的 行血气的道路 人多是不是一定是对的呢 但愿我们呢 每个人呢 从神得着一个的智慧 我们呢 能够如同一人的是行神的道路 我们如同一人的是 追随神的法道 神的心意 而不是如同一人的行血气 行世界的道路 行自己心中认为的公义 我们要行的是行神的公义 公义不在人的手中 公义在神的手中 予我们呢 都能够如同一人的 伏在神的下面 而不是呢 伏在自己心中 血气 怒气之中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圣灵求你 深深的来到 充满我们每一个 主阿俊 有我们的心里面 主将你的话语 将你的法道 将你的亮光 来到照在 光照在我们的根前 主要让我们的心 能够受葛礼 让我们呢 能够呢 真是 行在你的心意之中 我们如同一人的 来到去追求你 我们如同一人的 来到去跟随你 信服你 而不是行我们 心中所行的 主阿求你 将一个 这样的汉见 将一个这样的 如同一人的生命 放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单单的 以你为和 跟随你 跟随你 跟随到底 主我们多谢你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徒 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